好 接著繼續 這個就是 Revision 4.2 EHX Circuit Circuit 最重要是知道這個關係 大家一定要記得 如果你這樣也不記得的話 應該是不合格的 Curve 1 是 Q over T 講完了 記住Curve 1 由正去負 但實際上行的東西是電子 不過記住 錯了百多年 所以除非它說明 否則全部當是正Charge的流動 記住 好 繼續到下面 EH Co-Energy EPE 和 PD 三者有什麼關係 就全部都是跟前面的貨類似 EMF 就是 V 其實就是 V 成為Charge 就是 Energy 其實是一樣的 即是說 現在有一顆Charge 經過一顆東西 會怎樣的呢 原來如果中間是會有 Potential Difference的話 是會有Energy的改變 但記住Energy的改變 是分兩範 一範就叫做 EMF 即是能量供應給你 什麼意思呢 Charge是當貨車 它運完貨之後 回來就沒有貨了 沒有了能量 但是它的車沒有消失 記住Charge就是貨車 它是不會消失的 只會是沒有了能量 進入了工廠之後 工廠會升回能量 即是進入一些貨 因此進入的時候 Potential將會低 進入的時候 不斷地給它能量 因此能量就會越來越高 Potential就會越來越高 高到多少呢 高到它出街 一出街的話 就滿了貨物 滿了能量 然後就走出街 再消耗能量 這個就是EMF的情況 如果PT的情況 Exact要反轉 就有貨車走過來 走到這間店 店鋪要下貨給這間店鋪 因爲下貨 所以能量少了 因此Potential就會怎樣 就會低了 Potential代表什麼呢 代表貨車進入的時候 是否會再貨 貨就代表能量 能量越高 Potential就越高 OK 但因爲去到這間店鋪 下貨 下貨之後 出了店鋪之後 貨物的擁有量就少了 能量少了 因此Potential就少了 接著 很多同學都有些問題 這裏 就是什麼呢 這一點的Potential是多少呢 2 爲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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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 上面有不需要經常告訴大家 Current怎樣流動 一定由什麽流去什麽 正流向負 即是正這個負 即是正這個負 即是二的話一定低些 記住不是這樣想的 記住原來Current會流的 怎樣都會流的 由正去負 不過呢 如果中間發覺沒有任何事情經過 它就不會有什麽 Energy Loss 如果沒有Energy Loss的話 就不會有什麽呢 Potential Difference 既然沒有Difference 這個是二的話 因爲Difference是零 所以這個仍然是二 記住 這個concept在MC 整天問的 你要得到 OK 因此 在這個R裡面的Potential Difference 多少呢 就是Potential的Difference Potential有兩隻 有2 有2 有6 因此Potential Difference 就是6-2 可不可以負數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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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負數 Potential Difference 可不可以負數 當然可以 不過如果是放 外面的東西呢 是不可能的 為什麽 只會不斷地減少 就是怎麽會增加 那會不會有負數 我剛才說外面的東西是不可能 哪裏才有可能 入面的東西 有一個負數 變成正數 所以那時候 是可以有負數 OK 好 繼續 到Total Energy Total Energy 裡面 其實Q乘V 就是Total Energy 而裡面也說過Power Power就是隨時間的改變 然後Residence 就要死倍式 Ohms R等於V over I 所以大家都很明白 為什麽會有阻力的呢 其實就是撞到裡面的Charge OK 譬如說 我們最強的Wire 導電的就是Copper Wire 就是最便宜的 又導電性能最好的 就是Copper Wire 原來它撞到什麽呢 就是Copper Iron OK 即是很大塊的Copper 原來是靠它去導電 但是同一線 因為撞到它 因此呢 就會有些能量消耗 而公開考試裡面 就很流行畫圖的 而畫圖得來 最壞 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這些 靈啊 靈什麽意思啊 靈得來直線的話 即是Fulfill Ohms Law 可不可以不靈的 可以 但如果不靈的話會怎樣 就不Fulfill Ohms Law 即是說什麽 如果它這條問題出了 不會不是靈 但是直線 那是不是Fulfill Ohms Law 不是 記住喔 不是的 OK 只是告訴人 V和I是Proportions 但不是Directly Proportions OK 那之前就說了 如果Directly的意思 即是穿零 沒有Directly 就是D的關係 乘正比而已 OK 沒有說要穿零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還有曲線 有 我想問 這個曲線的東西 有沒有電阻 有 怎麽做 怎麽看 曾經有一次考試問過 看不看 問過你那個R 怎麽計 放大少少來看 這樣 怎麽用R呢 就是用回最正常的defination 所以 其實呢 書本裏面 有說R 其實是怎麽定義的 如果我們看上面 V等於什麼 IR 所以應該是V over I 但嚴格來說 這個是錯的 其實應該是Delta V over Delta R 原因是怎麽解呢 如果你想這樣寫V over I 一定穿過0 不穿0那麽怎麽呢 不是做不到 所以 真正的defination R應該是Delta V over Delta I 那麽以前A-Level出過的 這個問題 就是問你 這一點的R 多少 這一點的R 多少 怎麽做 Tangent 是啦 就在這裏畫一條線 看回Tangent 是多少 那這個slope呢 就是這一點的R 什麽好似學過 直接學過 會考 A-Level的past paper 都會考過 這個也是 還有 咦不是啊 A-Level而已 那你這個Level有沒有考過 有 Diffoto什麼時候考呢 不是電考的 什麼時候 是中四的時候已經說了 是跳傘 跳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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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minal Velocity 就是Diffoto 就是Diffoto的情況 停一停 停一停 那大家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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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人 急需我夠忙 他 大家上網看影片先 不過不是 不是非食食 食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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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